幫你讀懂全世界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丁雪文 我想呢 其實現在疫情呢 還沒有完全衰退 我在節目中談過很多次 全世界現在最煩惱的 肯定是各個企業的 decision maker 或者企業主 確實 9月5號 KPMG公佈了一個 全球CEO的未來展望 這個未來展望非常有意思 這個報告出來的時候 告訴我們 全世界有45%的人 認為到2022年年底之前 全世界很難回到正常化 不過裡面有31%的人 又認為今年年底 有可能會比較好一點點 可是裡面有24%的人 都特別提醒 他的商業模式 已經被徹底顛覆了 這什麼意思 其實確實 大家都知道 因為隔離封鎖 其實現在出差 尤其是business trip 變得非常麻煩 全世界很多的展覽 也暫停 在這種情況之下 其實各個企業 要決定未來的規劃都變得很難 而事實上KPMG這個報告裡面還有一個評分 他發現他總共採訪了400個CEO 裡面有61%的人認為未來是機會無窮的 因為顛覆就是有新的商機出現 可是裡面又有40%幾的人提到 在董事會裡面現在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的未來或商業模式要怎麼轉型 所以轉型議題變得越來越重要 另外在這個報告裡面還特別提醒我們 有49%的CEO特別提到 他的企業在未來一定要有所變化 而37%的人很高 他決定用資本運作 尤其M&A去增加企業的競爭力 我在節目中談過很多次 疫情不管疫情過後會是什麼樣的一個情況 資本運作一定會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因為大家看到現在全世界的金融市場走的是一個反差現象 生活明明受影響了 企業經營明明困難了 中小企業生不如死 可是金融市場表現得卻非常好 我們也看到華爾街公布的最新的Q2 華爾街的金融機構的獲利都創了新高 台灣的金控也是一樣 你看它的分紅 你看它的獲利都是創了歷史新高 這麼多的資金在追逐這麼有限的項目裡面 當然各個企業就會想 我怎麼利用資本運作去追逐我的下一波的機會 事實上在這個KPMG的報告裡面還特別提醒我們 全世界的CEO認為M&A是最好的一個方式 而按照這個報告裡面的統計數據 明年有可能就是所謂M&A的數量還會再度增加24% 這其實非常高 是2015年以來的最高 當然所有CEO也提到 未來的世界面臨五個風險 第一個風險 稅收風險 因為大家看到區域化的民族主義越演越烈 各國都推出各種不同的保護主義 來保護自己企業的一個競爭力 在這個裡面其實租稅的風險在未來會越來越大 第二個當然就是供應鏈的風險 從去年蘇黎士運河的篩船 到現在所謂的物價通貨膨脹 都代表供應鏈的成本越來越高 全球的企業也在想 如果我的成本越來越高 我將來要怎麼獲利 第三個氣候變化 大家看到洪水 旱災 水災 每次颱風來帶的雨量越來越大 這些氣候變化在巴黎協議的壓迫之下 各個企業也必須嚴肅去面對 第四個是最重要人才爭奪戰 全世界現在很多的年輕一代 他們所謂的Z世代 基本上是不願意回到工作崗位 那員工一旦短缺你就必須增加工資 這也是另外一種生產成本的增加 對企業主來說也很重要 最後一個最重要的是 RMD跟資本的配置 過去很多的企業在經營的時候 它基本上是量入為初 我賺了多少錢之後 我再決定要不要行有餘力去做一些資本運作 並購或者acquire 可是現在因為全世界的競爭越來越激烈 各國已經沒有那麼多的時間去等待 所以CEO的壓力是前所未有的大 因為你今天不動 不代表你的competitor不會動 而就算你的competitor動 還有可能有新創企業的顛覆獨角獸 進入你的領域 總而言之 全世界CEO我想現在面臨的是一個最頭痛的時候 有風險 有機遇 而怎麼利用資本運作在不同的市場 找到不同的轉機 我想是所有CEO 在下個五年到十年最重要的功課 以上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議題 希望大家喜歡 我們下次見 好